市長,你今天新書都已經上架了 來給你,大家臉都看了 裡面特別提到毛毛鎮爭的事情 說到現在不知道是要爭什麼 到現在還是很疑惑是不是 沒有爭什麼 那你就沒有爭什麼 就不知道說這個事情在爭什麼 不知道 那還是對黨造成傷害這樣 造成傷害那是大家一視的看 因為馬仲彭今天有說 針對這件事情他說 當時真是因為必保委員官說司法 他今天早上說 我會尊重他的講法就好 因為我再講下去 你們一定會大作文章 我會做一個就好 我會尊重他的講 因為民主裡面還有特別 還有肯定太陽化學運動 說學生他們是做理道的 但是 他認為這個本事案子就 一定是 這個對立法院造成傷害 對國家也有造成傷害的地方 但是也有另外不得好處的一方 譬如說他們就是有著一些大家對民主 另一個新的圈屬 另外呢就像他們在3月30號那天晚上 那在凱盜那時候集結30萬元 結果呢很快的又是把所有的垃圾呢 把它清除完畢 這是在國際上造成對台灣 很文好的這樣一個形象 那認為說學生還是理性的 學生還是有教育的 學生還是依照民主的一個程序在做 當然你不能說一句話就涵蓋他所有的事件 不能 一定是多面向而去看這個事件 所以我講說 怎麼樣來看待太陽化學運動 這是等於在看流山一樣 能看成嶺測成本 遠近高低各不投 畢長你書裡面有年輕的照片 很多人說年輕長得像鄭韻彭 可怕他還是會影響 有事件很明顯 要上報道 今天我們十足 來看看 耶穌 雖然要著名的 還是thon性 這個一秒鐘 馬上 因為我不知道 你自己不覺得嗎?一張相比 看起來像鄭運鴻 我不知道 沒人這樣說過 聽到你沒這麼講 院長你的龔道博小編 昨天PO了一張你跟蘇貞昌的後腦勺 比髮量 我不知道 誰多 你覺得咧? 應該還是比較多一點吧 多很多 院長不在意被人家看後腦勺嗎? 謝謝